今天是2020年的3月1號 今天是星期天 年假的第三天 今天中午的話 跟好朋友去 新千葉火鍋 我頭上這邊寫的 新千葉火鍋 提供一個心得的分享 目前背景的話是他的菜單 菜單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399 329 268 那是個人的價格 那還有整個套餐的 499 399 499 再來看到我們的399 599 他的每個價位上面蠻多選項 就是說他會增加了一些菜色 增加一些菜色讓你知道說他的一些內容 那首先的話我們騎機車的話是到 鵝眉停車場附近這邊停車 那他是在鵝眉街這個 成品生活館 成品生活館的樓上 這邊就是有個 新千葉火鍋 在7樓 這邊是在今日數位影城 今日數位影城這邊 那這邊的話就是風景拍攝給各位 可以大概看一下 今天的新千葉火鍋 的一個分享 今天吃的蠻飽的 那剛才也是休息一陣子之後才開始做分享 那是7樓電梯路口 那如果常常有去成品逛的觀眾朋友可以知道 他到3樓以上 讓很多手機梯都會改成電梯方式 讓玩家可以方便說 讓觀眾客戶都可以方便直接走上去 那進來這邊櫃台 就首先進入這個櫃台 可以去跟櫃台人員去定位 那我們比較早到 我們快11點就上去了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人 那新千葉火鍋的話 跟各位介紹他這些 名單的一些菜色 那我的頭有點大 我把它切掉一下 那跟各位說一下 這就是菜單 它用電腦板可以看得很大 像我剛剛講的這邊有399 499、599 各種菜單上面還有分兒童價、敬老價 那所以很多在內容方式的玩家可以去 嘗試、享受一下說 你想要那種套餐 那基本上用完之後我發現了 一般觀眾朋友不一定要吃到飽 不一定說一定要吃這麼好 其實基本的吃到飽就OK了 那第一個我會建議 玩家或客戶需要吃可以去吃399 A就夠了 為什麼? 待會後面會講給你聽 那今天我吃的是B套餐 因為B套餐我看一看是覺得 鯛魚片啊 跟這個嫩尖肉啊 雪花魚啊 還有嫩梅花豬肉啊 啤酒啦 可惜是今天騎機車沒有去喝啦 它一份是一罐 不然說實在的 西藝我們想喝啤酒的話 499是 蠻滑的來的 那結狀的話 以上所有消費啊 均收10%清潔費 那用餐時候為2小時喔 自購1人進場計價 那這邊都有做一些說明 那大家跟玩家分享說 這些內容有什麼樣的 食材還不錯的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張照片 那在這個消費模式的話 我們可以首先看得到啊 它消費模式就像我剛剛講 A399 一人一鍋啊 全場全台麵 餐點無限吃到把 就像我剛剛要講的 後面的東西我都有拍照 可以一個一個做給各位看 那B套餐499就是有多 現場全面餐點吃到把 還有加一個B的食材 那C的食材就更多 這邊都有寫 那玩家如果不懂的話 可以直接在我這個地方按暫停 下去播看說我們這些內容 那還有報道排好處 那我這邊有拍一段影片 可以各位看一下它的場景 因為當下基本上11點 沒什麼人潮 有沒有全部都空蕩蕩的 那因為我用手機 手機直接拍著影像 所以一瞬間讓各位看一下 它周圍的環境 那這個就是它拿給我們菜刀 有湯頭選擇啦 消費方式說明啊 還有它的一些小叮鈴啊 那地址在鵝眉街52號的7樓 那地圖很好找 你知道翻一下就找得到了 那捷運站的話也可以 從西門捷運站那邊直接出口 自己走來鵝眉站這邊 那旁邊也蠻多可以逛的啊 有那個萬年商業大樓啊 也有西門町啊等等的 可以讓你去逛 那吃飽了我們會建議你們去逛一逛 看一看 其實西門町做得不錯 那各位場景給各位看一下 環繞一下周圍的場景 因為剛剛這台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待會再問各位解說 各種湯料 冰淇淋還有八台 乾淨整齊 環境又清爽 那甜點區 火鍋料 這邊都是火鍋料 那這邊也是 那大概環境給各位看 這邊還有茶點 泡咖啡的 還有這一些飲料機 還有現做的手捲日式的壽司 還有台菜 那一開始我就先挑一些 簡單的來吃一下 這一塊是有 蝦子的就是生魚片區 那再來是開始上肉了 那一開始我們B餐點 他會先告訴我們說 要學哪些肉 他會先幫我們上幾份 那這個一盤的話 將近是三人份 我們都先各叫三人份 那一份是六片 那三人份上來的話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 特別的火鍋下去煮來吃 這就是我們點的菜單 加點的話一次一個 後來我們又加點的雪花牛 那這樣就可以看到我們吃多少 好 那再來環境的分享就是 第一個這邊的就是沙拉區 這邊有煙煙那個鮑魚片 還有鯊魚煙 沙拉 三種沙拉醬還有一個日式的調醬 玩家都可以去享受看看 那這邊有豆干啊還有蓮藕啊 等等的一些生菜的 可以先去吃吃看 那再來的話這邊是水果區 水果區這邊有西瓜啦 芭樂啦 又 還有 那個 百香果 後來我發現這個原來是 行動電源 豬牆站 豬牆站 那玩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我本來想要研究啦 但是 在於 現場環境越來越多了 我就沒有去玩 它好像是可以租刃電池 租刃電池讓你緊急可以去充電 因為我們說實在 一機在手最怕沒有電 那右邊這邊的話就是麵包烤箱 麵包烤箱就是 它 是旋風式的喔 很好玩 那這邊有一個烤 右邊這邊有一些 醬啊奶油 巧克力啊 還有水 那讓你去烤麵包來吃 這邊就是像一般的buffet區 buffet區它有做的蠻多 蠻精緻的 炸魚啊 炸洋蔥圈啊 等等的這些食材 那再來這邊就是湯料 醬料 下面是醬料 我本來以為是只有湯料 你知道嗎 這邊看到這很多種湯料 雞湯啊 日式海鮮啊 等等等等的 都有寫什麼蒙古的 白開水的 那這邊有很多醬料 那玩家可以依自己喜好的方式去吃這一些 那這些照片我就是順拍一秒鐘就把它拍下來 我剛剛講的這個蒸氣烤箱的使用方法 一放進麵包 二加水 等等的一些說明 你就進去把麵包 裹奶油 裹巧克力醬啊 還有一個什麼醬 我忘記了 有去吃的玩家再看一下 那可以吃一下烤吐司 那這邊的話就是像buffet一樣 有炒飯啊 還有是糖醋排骨啊 等等的一些 那表示我這隻手有晃到 因為我花一秒拍這張照 應該不到一秒啦 那這邊是冰淇淋 這邊有布丁雪糕啊 還有黃金榴槤冰啊 還有關廟鳳林冰棒啊 還有什麼什麼 克魔皮的脆皮 脆皮巧克力 這個也很好吃 但你要能吃的下這麼多 有沒有看到 還有紅豆粉粿啊 杜老爺甜筒啊 小米冰淇淋啊 這邊是我們手挖的 左上角這邊是有一個餅乾 那個冰淇淋卷 你可以把冰淇淋挖一挖之後用捲吃 你可以用碗 直接去食用 那這邊就有顯示有沒有 各種的 巧克力 情人果 巧克力 有沒有 這邊還有草莓芒果 它都有標示 你不會說像一般的火鍋店吃的說 小姐請問這是吃什麼啊 這個是火鍋 送的冰淇淋嗎 有什麼什麼等等的 這邊還有燒賣區 燒賣區也蠻好吃的 因為我跟我朋友每個人都各吃一樣 口味還不錯 那這邊甜點區 那要吃甜點的記得要把你餵 留下一些空間 因為這邊的甜點區就是 太多了 真的我也吃不到三樣四樣 因為前面都吃肉 肉吃到飽 真的啊 吃到後來就覺得還好 那我才會跟玩家講 399吃到飽 這些你都可以去選擇 那你記得一定要留一點空間來吃後續的 這邊燒賣 剛剛我們講說炒飯炒麵 這邊還有燒賣喔 燒賣 還有咖啡 有時候看照片你會發現說 天啊 我剛剛怎麼沒有看到這些呢 像這個火鍋料也是啊 各種火鍋料 你可以去挑你喜歡的去煮 去用 這是白蝦 還有這些 水產類 還有泡麵 還有珍珠麵 鍋麵 等等等等 這邊還有蛋喔 我現在才發現還有雞蛋耶 這邊還有甜點區 吃這個棉花糖啊 甜點啊 布丁啊 還有這個果凍 還有餅乾 真的有時候 有時候拍完照回來才發現說 有這麼多我沒吃到 因為真的胃沒辦法留那麼多 尤其蔬菜那麼多 各種蔬菜都有顯示 那記得觀眾朋友 用50吋的螢幕看 你會看得到說 這些的東西真的 很清楚啦 iPhone 11 Pro 怕出來就是Pro 那這個泡茶區 直接點的就是咖啡機 是用咖啡粉的 直接點了就可以點咖啡 但是還有一個 研磨手沖流程指南喔 各位觀眾 有喝咖啡的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記得來品嘗看 它的咖啡對你來講是怎麼樣 我喝的是冰滴 冰滴這邊已經滴完 中間這個是還在滴 右邊這個已經滴完 我有倒一杯來喝 它的味道是 反正就是那種 回甘的味道啦 冰亮的 用冰滴滴下來喝的 所以玩家可以去看 你要用找他送的咖啡豆 來做研磨去煮 還可以用濾網去做 可以讓你好好享受 一杯咖啡的一個感覺 那限時吃兩小時 那玩家就可以去掌握一下這個時間 有沒有這邊很多種豆 那喜歡這些豆類的玩家 其實都可以來這邊吃吃看 因為吃到你飽 再來我看到右邊這邊有個雙麒麟有沒有 往下拉出雙麒麟後再往回壓 這是吃雙麒麟 這邊還有書杯冰淇書杯 因為沒辦法吃那麼多 吃冰就吃差不多了 還有雙麒麟 這邊還有雀巢的飲料 紅茶 有沒有請勿連續按壓 按下集一杯 再來日式煎茶 水蜜桃樣 那這小姐可能剛好看到我 一瞬間拍到 其實這也是不到一秒鐘按下去拍的 這邊還有檸檬水 這個就是壽司吧台 壽司吧台 它有做一些壽司捲 壽司的東西 那手捲每人限點兩隻 有蝦手捲啊 還有什麼 蝦蛋手捲啊 蔬菜手捲都有 那再來這邊的話 這邊是一個很好玩的 我剛 後來拍照才看到的 這邊的話就是 台式料理區 台式料理區喔 你看我下一張照片 它會顯示說 各種台式小菜 現點現做 如有需要請向服務人員告知 這邊有玉米筍 QQ皮蛋啊 龍須菜 等等的東西 你能說你喜歡 像怎樣的台菜 你可以請他幫你煮 我沒有吃那麼多啦 因為火鍋吃習慣了 一般就是火鍋肉煮 吃肉吃到飽 那這種其實399的人 都可以來享受 因為我們吃499 想要享受 高一點的那個肉質 那你看還有三色蛋 燙魷魚 還有這個 後面不太清楚了 那這邊還有飲料區 商品限電類使用 各式飲料啦 什麼芬達 波蜜啊 等等的等等 還有可口可樂啊 芬達 汽水啊 所以跟各位玩家 在說明的這些東西 你會發現了 其實399吃到飽 真的就過癮了 為什麼 因為 我從頭到尾講了這麼多東西 你會發現 其實 這麼多你399就吃到飽了 你要再吃其他的 你就會覺得 天啊 就像我剛剛講的 為什麼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那個 對不對 我沒有看到那個那個 所以我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就是 有這麼多的東西 你可以先去 看我的影片 知道了之後 下次去吃了 就不會 人家說會 可惜啊 惋惜 那在這邊 非常感謝各位 持續的收看 齊哥達哥 其他這一家 那針對這個 新千葉火鍋的分享 齊哥個人覺得就是 要嘗高品味的 多一百兩百就有了 那你如果說要 一般吃到飽 399很便宜 其實很多學生都可以來吃 那他有10%服務費啦 比如兩個人800塊 800塊那家10% 就差不多 800 890 800多嘛 像我們今天就吃 兩個人就吃1000多塊 因為兩個人500塊 就1000再加手續費 所以 真的我會跟玩家講 要去享受他的吃到飽 399 就夠了 因為 他後面的料啊 就像我剛剛講的 在增加的這些材質 就像我看 像我現在旁邊這一塊 有沒有這個菜單 多了一些螃蟹 或者蝦子 貝殼魚 那再來599 就是多了天使蝦 天使蝦 如果喜歡吃波的 喜歡吃蝦類的 還有更高檔的肉類的 其實 都是蠻棒的 所以我就玩家講了 其實399 享受非常多 499 599 看你要加哪一些料 那 奇哥的 心得分享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持續收看與收聽 記得 訂閱點讚點分享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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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陣子 還有一陣子